什么姐弟恋 我看的就比她大很多吗 肯定你比我看的都比我大啊 哎呀我觉得你讲话真的很无聊 你都不会 干嘛我本来就很无聊不行啊 怎么了 我觉得我是很无聊的人 她们怎么会喜欢你啊 她们就喜欢听啊 她们就喜欢听别人讲话 你知道吗 什么姐夫好像姐妹 讲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 人家很想知道我们俩怎么恋爱的 那你说 就是我追她的咯 你知道吗 确实 她们好像都蛮希望你回台湾 不是 是她们想在台湾遇见我 现在太好 那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回去 那我不想要红啊 不知道一定会长得帅 你跟她们讲话啊 我放课的时候你要跟她们讲话 那不然人场啊 什么姐弟恋 我看的就比她大很多吗 肯定你比我看的都比我大啊 哎呀我觉得你讲话真的很无聊 干嘛我本来就很无聊不行啊 怎么了 我就会是个很无聊的人啊 那不然怎么会喜欢你呢 你要抛梗给她们啊 你要抛梗给她们啊 然后她们就喜欢听啊 她们就喜欢听别人讲话 你知道吗 你知道她们就喜欢 什么姐夫好像姐妹 你讲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谁是姐夫啊 谁是姐夫啊 你朋友好漂亮哦 公主你房租符啊 什么公主啊 又在讲什么公主啊 人家很想知道我们俩什么恋爱的 那你说 就是我追她的咯 反正就是 就是 就是她从日本回来 然后 早上很早在她家门口等她 等了几个小时了 你知道吗 确实 她们好像都蛮希望你回台湾 继承家业了 不是 是她们想在台湾遇见我 台湾很快乐了 嗯 不是 就是我现在太红了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回去 我跟你们说 我去不了 因为我一下飞机 不是我总是听说 我在上海一上飞机 那个空虎人是台湾的 都跑来跟我合照耶 很困扰耶 你知道吗 从一上飞机就可以骚扰 睡觉都 连躺在那个地方睡觉 挖鼻屎都没有办法耶 然后你克思自己的形象 你们知道吗 啊 所以现在就是 烧飞机 我现在回台湾 害怕啊 真的害怕 你知道吗 就是戴面具 特别买了一个面具 买了一个口罩 跟那个墨镜 就是最大的墨镜 size最大的 直接戴到这里来的 直接戴上一个挖镜 我跟你们说 我不想要红啊 现在很多空姐都跑了排队 要排队 牵到林佳珍要回来 啊 林佳珍要要要要 定机票啊 林佳珍定机票啊 哇 吓都吓死我 我跟你讲 我很害怕 你知道吗 我就 哼 我姐来上海的影片 有介绍到 我的女朋友小杰 然后呢 很多网友呢 看了这个影片之后 在下面评论说 我女朋友看起来不是善累 然后呢 是来跟她的 闺蜜Amy 一起来诈骗我的钱财 但是你们觉得 我有可能被诈骗吗 我诈骗他们会比较厉害 来我现在问一下你 你是不是爱我爱得要死 对啊 我爱你爱得要死啊 你刚看到了吧 所有的网友 他真的是爱我爱得要死 你现在靠在我的肩膀上 是不是觉得很有满满的安全感呢 是不是很舒服 很有弹性 那就对了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的片尖 我的片尖 这里面是 两块海绵 就是为了让女朋友 靠得很舒服的 像枕头一样 很好奇 我在上海做什么工作 今天就来跟大家公开一下 七年前呢 我是在我爸公司上班 但是因为在自己家公司上班 员工是不敢管理的 所以他们都不敢给我任何工作做 我爸呢 就分布了 叫我去上帝 插车 然后看哪一个员工在摸鱼 但这个看员工在摸鱼 这应该是摄像棚的工作吧 然后呢 每天在公司呢 就没事做 因为我爸每天就叫我阿斗 不不起嘛 阿斗 我也不可能一辈子被人叫做阿斗吧 所以我就偷偷存了一个月的工资 9000块钱人民币 来到了上海 我每一个房租4000块 然后之后呢 又去办了电话卡 还有包括我后面的吃喝 我身上其实只剩下 2000多块钱人民币 每次去面试一家公司都不要我 因为他说我没有工作经历 也没有在大陆工作的资源 当时就是投了非常多的紧力 然后就去面试了一家 说是卖清洁用品的 结果没有想到居然是在路边擦鞋 那我也不可能一辈子做这种工作嘛 然后刚好呢 我有个台湾朋友 在上海的爱奇迷工作 就误打误撞进入了广告行业 家人 还有包括我爸的员工 因为他们都看不起我 每天都在打赌 打赌我说一个礼拜回去 或者是一个月就回台湾了 七年的努力之后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農地广告人 中间还经过了 几家大的广告公司 然后还有一个某大厂 我这段工作的期间 我也被拿过了非常多的想象 网友会说 我来上海是花我爸爸给我的钱 但是我没有靠家里 有任何一点经验 然后呢 去年年底 我爸爸转了100万台币给我 这笔钱是第一次给我转钱 这在我半夜 我心情很糟糕 我就在打电话没办法 你说你们七年来都没有看过我一次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一个人 在上海搭赌钱 他决定贵了100万块 所以很多网友说 我在上海比务正业 然后我是一个顽固子弟 但是我觉得告诉你们 我是有震荡工作的 甚至遇到了人生的领境 拖出四圈 然后勇敢地去闯出另外一点 网友呢 说什么 我在上海花我爸的钱 挥霍吃喝玩乐 拜托你们是不会自己就看视频吗 我姐这集视频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她家里都不愿意装修 她抠到什么程度啊 她虽然名下有很多豪宅 但是它里面的豪宅的家具 全都是从外面捡来的 有一次我跟她走在路上 走在路边 马路边 看到一个那个别人 别人那个丢在 丢在外面的一个柜子 那个柜子上面已经破了一个大洞了 她说 她说家珍啊 这柜子看起来质量还蛮好的 我们搬回去吧 然后我们自己住的台北的房子 这是那个30年前装修的房子 它从来不会装修 那个天花板都已经在吊漆了 整个墙壁都已经破烂了 龟裂了 我每一次从上海回去 还要买一个 特别买一个斗笠 进家门一定要带上那个斗笠 不然那个天花板上面的灰 都会拖到自己的脸上 最扯的就是 我们小时候博中的 就在我博中的时候 我爸给我捡一人一张附卡 银行卡附卡 说以后你跟同学出去 你就绣这张卡就好了 你可以 但是你只能绣 让别人看 不能刷 有一次呢 就不小心没带钱嘛 然后就刷了 买了一个衣服糖果 刷了十几块钱 回家被他骂了臭头 说我吃这个糖果会蛀牙啦 你刷什么卡 上面这几点 你们觉得我爸有可能 有可能会给我钱在上海回货吗 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吃喝玩乐吗 怎么可能呢 一点判断力都没有 我是最有名无实的富二代 我跟我姐呢 都是靠自力更生的 就是我小时候四年级的时候就发现我喜欢吃女生 可是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很奇怪 也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的行為 但是我爸跟我做了一系列 很可怕的反抗行動 在我18歲的時候 我爸給我的生日禮物 是一塊老力士的手錶 他說呢 家蓁 這是我爸送給你的手錶 那我爸有個願望 就是希望你能變女生 我也得到那一塊手錶 我說好啊好啊 結果當天呢 我爸就直接預訂了一家 中睫毛的店 說要帶我去中睫毛 當時我對中睫毛其實沒有太大的概念 我以為就是 只是中幾根睫毛 然後自己睫毛變得多一點 我想說應該不會影響我自己的顏值 我就在那個地方躺了一個小時 結果當我醒來的時候 哇靠 我像公主 結果呢 中完之後 我爸超扯的 他直接把我帶 帶到他公司去秀了一圈 給他公司的員工看 重點是你們知道嗎 我當時的長相 跟我 我當時留的頭髮 就跟我現在是一樣的 然後前面穿的是男生的衣服 然後一個超級長的睫毛 然後回到家之後 我就把門趕緊鎖 把自己房間門鎖起來 我就在那邊對著鏡子 他一邊哭 我說我怎麼會變成長成這個樣子 我一根一根把那些長的睫毛給他 拔掉 用力給他拔掉 把自己側的皮都拔掉 隔天早上 我爸進來叫我起床的時候 然後家珍啦 起床咧 他說 欸你這個睫毛怎麼昨天種的今天都沒啦 我說你那個質量太差了 以後別種啦 我記得蓋著你 我覺得對撞掉它 美人的求yty 我現在跟你繫在一起 clean 你 看